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上用垃圾坏回进对手 好在裁判及时拉开两人 避免了冲突升级 场边的杜丰迅速喊话要求赵锐冷静 并做出双臂平举下压的动作 示意赵锐要沉住气 而赵锐也用竖大拇指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在这场冲突中 杜丰的喊话示意不仅不代表怕事 反而显得大气又充满智慧 赵锐已经身配多次围体和计犯 若因为一时不冷静吹到犯规 就将面临停赛 这对广东很不利 好了本期的赛事圈内容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